桃源宪霸的事呢 逮捕了一个窃盗通气犯 这个贯欠呢 是到超商那卖场 假装说他要买大量的香烟 然后呢要求店员装箱 然后就趁着店员没注意的时候 整个箱子都暴走 骑车逃逸 之后呢再把得手的香烟低价转卖 而这一回呢 是被机灵的超商店员带个正着 画面中带着压舌帽的男子走进超商 向店员说要买烟 店员从背后的柜子里 拿出一条一条的香烟 在结账桌上用箱子装起来 男子这时若无其事的走出店外 但又走回来 看到店员正忙着帮别人结账 男子蹲下来 把香烟装进脚边的箱子 抱着箱子打算骑士用机车逃跑 但店员察觉不对劲 赶紧跟漏出去 证明偷烟贼才没有得逞 这起戒案发生在桃源县巴德市 证明外号阿斌的男子 惯用的手法是到超商或卖场 要求店员把大量的香烟装进箱子里 趁店员不注意时 偷偷再把箱子踢到门外 再把箱子搬到机车上 骑车逃逸 这名小偷被当地居民称为十条偷 因此背了十起窃盗罪民遭到通气 这次终于逃不掉了 中心新闻黄主华张宁文桃源采访报道